有两个年轻人小张和小王 他们每天下班后 过得很适合 今天下班后都能做点什么呢 那能做的事可多了 你们两个人一起 然后我们导演组一起 就是我们各自来写下三个 就是觉得在录制过程中 我们觉得最好的选题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方的答案是什么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自己的 来 来来回顾一下回顾一下 等前三啊 按优先级排序 你怎么还抄我答案啊 我看一看嘛 我写完了 我们要打起来了 开着邻居家的toyota 其实我俩基本有相似的吧 差不多吧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们是 傻瓜 你们先说呗 我们先说 嗯 为什么 你们先说呗 我们一个也公布 你们先说是最好的 让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可笑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先说 那么多天呢 到底了不了解我们 我们的第一个是 启发部职员 第二个 你们不公布你们的吗 不不不 我看了你们知道里面有多可笑 超市的促销员 嗯 对于我来讲你还是很可笑 哎呦 再来 你还是很可笑的 再来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机场兼职 嗯 我的第一个哈 在你们那上面 在确实超市的 哎 超市 我的第一个在确实开飞机 开飞机 排第二 我排十一期 排第二也是我是飞机 哎 我是酒店 我第三个是洗车 我也是洗车 啊 你们为什么觉得启发不好玩呢 因为我们并没有 我们当时的工作状态是比较痛苦的 但是因为你们 是因为我们痛苦 所以他们觉得好笑 你们掌握到了精髓 就是把你们整男过 我们就好玩了 启发部呢 是这样的 我我个人觉得啊 就启发部那个的点会在于说 就是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结果的 他只能证明我的朋友很穷 那我们第一个讲一讲吧 第一个超市嘛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我那天太亢奋了 是我人最亢奋的时候 哇塞 超市亢奋值200 因为柚子还真挺好吃的咯 但我说实话 我觉得超市全靠我俩拼 真的 证明了优秀的人 下一期让我们去海洋馆吧 海洋馆 你想当美人鱼吗 为什么要喂企鹅 你不觉得企鹅很可爱吗 说到这里了 我们就刚好就是到了下一个环节 怎么就跳过了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复盘 不是因为刚刚说到了 鲍威说到下一轮 那我们就各自来写一写 下一轮我们觉得 好我们录了那么多了 总结了一些经验 那总得选择一下吧 一体验男团 二体验up 组 三体验导演组 咱们就互相交换一下身份 你看不打了不打了 你怎么那么想为企鹅 为企鹅和为马从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哎我就为企鹅啊 有点 我都没接这个话 这个话他递死我 哈哈哈 可以可以去喂 第二个 只要不说去南极我都没什么意见 你瞧瞧 哎调酒师不错 金牌调酒师 还有什么职业呢 嗯 我写着什么ceo 哈哈哈 他给我了我他给了我灵感 人的俱事 哈哈哈 哎这个还比较靠谱啊 我们先来啊 第一个喂企鹅 嗯 那我要问一下 嗯 喂企鹅好玩的点在哪里 就是企鹅好玩呀 啊啊啊 那肯定的我们也可以装成企鹅呀 就扮演动物吧 我们俩去扮演企鹅 哈哈哈哈 你第二个调酒师 这个我们可太喜欢了 我们第一轮就找播这个选 complex 那为什么就没有呢 因为不能拍 为什么因为是 我们做没有酒精的不就好 啦 我们在外面制个摊条 这要卖酒水是要专门的挣的 对不起 哦 嗯 好 好 刚才好 第三个 潮牌主理人 这个也可以这个 我们有一位我们有 快快快快加上来刑 哈 我俩觉得距离谱乱想 前面几个很认真的写了全不紧 然后觉得很离谱 写上去就通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特别的厉害 特别特别厉害 你说 老板 什么老板 秘书 到你们了 看看有多离谱 多离谱啊 那么自信的一个个二个 说一个就反驳我们 第一个绝对喜欢 游戏公司支援 我们去干嘛 我们去编程吗 然后包括其实可以做一些 就是游戏的 叫什么皮肤设计 这是咱俩的绘画水平 继续 这个还不错 下一个 滑雪场 干啥呢 滑雪场 你们想干嘛呢 这是打理啊 那还挺有意思的 好下一个 培训机构讲师 你看咱俩的美术 美术什么都这样了 什么都教不了 人家要是考试的东西 不行我这个画得太帅了 我这画个认真的 最后一个你觉得喜欢 非常喜欢 米 对 米 真的吗 你说吧 养猪 我觉得你们最终不过也可能有误解 我知道 确实他是说过他要养猪 虽然他现在也在画猪 这哪是猪猪的老虎 什么 这是什么 小香猪可以 就是你还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新奇能刺激到你的 对 不是普通的动物 养鳄鱼 我觉得 小动物是可以的 你说吧你想干嘛 哈哈哈哈 给我们一点想法 是的 我就想在家睡觉 我也觉得很合理 他就想在家睡觉 那把他开了吧 哈哈 满足他的愿望 我把你这画得越来越猥琐了 我把你画得越来越 我看一下你们的大作 这个是张燕琪的 这个是中国波 我觉得唐伯虎 应该也就是这个 艺术 不如让他们两个去街头做那种给人画画的 然后画出来 画出来 什么都 哈哈哈哈 回来 你街头画是谁 行我先给他画一张 完了 三万六十 本来不该不该加牙齿 我加了牙齿 哈哈哈哈 我想拍一下 我得不就拍一下 等一下 我发现牙齿这个东西还是要一定功力才可以画 哈哈哈哈 哎我真觉得我画得还挺好的 我说死我了 来吧展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的胡子是从哪里长的 哪里有胡子啊 哈哈哈哈 这是口罩 你怎么叫他画 你叫胡子 哈哈哈哈 请问 请问这张画让你购买 永远出多少钱 我觉得二十块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给你钱啊 哈哈哈哈 二十块应该还是值的 他们俩不是特别好的闺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么东西啊 这是 我卖二十 二十我卖 你看他 我买 反正你给买一个 这个你得给买回家挂的 1515 我买回去挂来他男朋友家里 可以很好很好送给你了 对不起 眉毛应该再粗一点 没有 我们还会二次创作的 现在观众朋友们 大家请猜测 刚才导演组合 他们俩一共提供了这些 十一个list里面 有哪些能最终实现 在一起 这么多里面